法国总统马克宏近日接受采访 聊到俄乌战争 在镜头前向俄罗斯以及欧洲各国喊话 上个月才表示不会出兵帮助乌克兰 马克宏再度开枪俄罗斯 直言如果欧洲态度放软 就是在支持俄国侵略乌克兰 将破口对准普丁 俄乌战亦不见尽头 俄罗斯边境城市别尔戈罗德 则是在近日遭遇乌军攻击 警报声四起别尔戈罗德 14日遭乌克兰八枚导弹侵袭 造成多人死伤 虽然别尔戈罗德当地民众 对空袭警报已经稀松平常 但俄军在边境反击乌克兰军队 俄罗斯国防部宣称 已经造成乌军195人身亡 欧洲战场持续风火连天 中战核实到来 人事未知数 三星文学习报道